哈喽,欢迎回到这个频道,我是卡尔 这集为大家带来英格兰足球超级连赛 引操第21轮,切尔西主场对阵富勒姆 台湾时间1月13日,晚间8点半开梯 切尔西刚在足种杯取胜 就马上在英联杯做客输球 并且几乎是全主力应战 却被米德斯堡在37分钟进球后 1比0守到最后 切尔西虽然掌握大半球权的时间 却没有进一颗球 可能跟客场打法变化上有所关联 不过这样若想要晋级 在第二回合就必须进超过两球 还要将对手给零封 难度也是提升 而足种杯上能看到 即便少了杰克森也能进球取胜 主要还是中场大将的回归 让原本空缺的后要位置 有适合的人能够担任 恩佐、坎塞多 目前就是切尔西的命脉 而帕尔默也在这几场状况很好 不但有空位都能跑出来 也能适时的进行补位 算是攻防两端都有所贡献 而富尔姆也一样在足种杯取胜 可英联杯做客输给利物浦 富尔姆问题在足种杯的影片有说到 在进攻端缺少中场的伊沃比 无法有效对利物浦造成控球的威胁 虽然上半场打了一个反击得手 但并没有改善进攻端疲弱的问题 后防大将贝西也回国参加非洲杯 可想而知在禁区缺少轮换 是对下半场的情势更为严峻 再加上这种情况下也只能打防守反击 对于富尔姆来说本季在东转没有补强的话 防线要撑到保级成功或许不难 但排名可能无法与去年相比 而两队过去的交手中八场内 切尔西取得六胜一败一合 并且主场没有输过球 即便扣除下击系列赛也都还是有五胜 本季首轮切尔西才做客2比0击败过富尔姆 现在两大中场都能出赛 反观富尔姆缺少近期表现好的主力中场 虽然整体身材上都还算是有优势 但切尔西封线速度快 持续压着富尔姆踢很快就会缴械投降 虽然他们也曾被兵工厂压着踢 但当时就是有伊沃比配合帕尼尼亚 给对手的中场制造麻烦 才让兵工厂越踢越辛苦 而切尔西目前可以说是 营球的天时地利人和 这边预测主胜大小分为2.5大 比分为2比1以及3比0 也预测上半场的切尔西 那这集的预测就到这边 喜欢的话敬请按赞订阅卡尔说球 那我们下集再见啦 拜拜